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小姑子张燕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正在惬意地吃着老公切的水果。 电话那头的张燕哭得稀里哗啦, 哥,你快来接我,我跟马浩吵架了, 他妈还骂我。 老公着急地要死,赶紧安慰他, 别怕别怕,哥马上来接你。 然后他转过头跟我说了一句, 老婆,我妹跟妹妇吵架了, 我去接她过来一下。 我放下水果,正想回答呢, 她拿起外套就走了。 妞妞,张远这么晚还哪里呀? 我妈端着一盅燕窝从厨房走来递给我问。 去接她妹妹了,说是跟马浩吵架了, 我毫不在意回了一句, 毕竟这时候我以为只是接过来住一晚而已。 虽然我买的房子是三十亿厅加一个小保姆房也够住, 但我从没想过和婆家人住一起。 再说,我现在孕中期, 更希望安静一些。 小姑子也刚怀孕三个月, 她进门的时候拉着一个行李箱, 我天真的以为她明天就回乡下, 她妈那边呢。 结果却是住了好几天都不走, 我又不好意思感人。 问张远她妹妹什么时候搬走, 她就哄我, 老婆,我妹第一次到我们家住, 先别想着感人吗?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却也没再说什么了。 张远在我家的时候什么也不干, 每次只会使唤我妈, 亲家母, 饭煮好了吗? 我好饿。 我这件衣服帮我洗一下呀, 亲家母。 说完就在沙发上吃着零食葛优糖, 还把电视声音开得特别大。 我本想在运气考研, 被她吵得心思都没了, 天天都很烦躁, 很想出去骂她一顿, 又觉得那样不太好。 最心疼的是我妈, 她也不好出声拒绝, 只能什么都准备两份。 有时候我想去说一句, 她还拦着我说家和万事兴, 主人家不好, 对客人态度不好之类的。 我妈出身书香世家, 素养极好, 一般不轻易发火得罪人。 过了几日, 张彦不但电视开得很大声, 就连手机都在刷小视频, 笑声响彻整个客厅。 我实在受不了, 转身就进了房门, 用力把门关上, 已是自己生气了, 希望她能懂。 可我太高估她了, 她还是根本没看懂, 依然我行我素。 我只好委婉提醒她, 小燕, 嫂子最近在考研, 你能不能安静一些啊? 没想到她看了我一眼后, 撇了撇嘴说, 那你就在房间里不要出来啊, 这样就不会吵到你了。 我一噎, 没再说话了。 晚上我只能跟张远商量。 老公, 你看我怀孕比较容易烦躁, 你能让你妹妹回你妈那边吗? 张远摸了摸我的肚子说, 明天我跟我妈商量一下。 我心里一喜, 但没有表现出来。 第二天, 张远上班去了, 等上午的时候, 她给我打电话说, 老婆, 我跟我妈说了, 她现在正在来的路上, 说她会来照顾小燕, 你放心啊。 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 再问了一遍, 老公, 你说什么? 妈在来的路上, 是来接你妹妹吗? 老公又再次说了一遍, 你不是怀孕吗? 我怕你累着, 所以我妈就说她来照顾小燕, 这样你和你妈就不会那么累了。 我还想说什么, 张远又说, 老婆, 我中午就不回去吃了哈, 我去车站接我妈, 就这样挂了哈, 我正开会呢。 电话挂了, 可我还拿着手机, 脑子萌萌的。 什么意思? 这是小姑子没请走, 还把婆婆给招来了? 一个上午我都奄奄的, 张燕确实非常高兴。 中午吃完饭张远, 把婆婆接到家了, 一进门就问, 老婆还有饭吗? 我们都饿死了。 进来一看, 桌子上都没饭菜了, 又跟我妈说, 妈, 你看我和我妈还没吃饭, 能再炒几个菜吗? 我妈本想进厨房的, 却被我拉住了, 只见婆婆留眉地 拎着大小包, 蛇皮带挤了进来, 然后把其中一个袋子 拎到了阳台, 从里面抓出五只鸡和一只鸭。 我妈回到我妈怀里, 说, 亲家母, 快把这只鸡杀了, 给我女儿补补身子。 我妈被吓得连忙把鸡扔了, 本来她以为杀了给我们一起吃, 结果婆婆只说给她女儿吃, 我妈彻底不想杀了。 扔掉以后, 我妈弹了弹身上的鸡毛, 淡淡地跟婆婆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亲家母, 我从小也没杀过鸡, 我不会, 你自己去吧。 婆婆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又把鸡抓了起来, 扔到了我怀里, 吩咐说, 那小民你去吧。 我二话不说, 也把鸡扔了, 强忍着怒气, 我妈都没杀过鸡, 我更没有, 我也不会, 谁要吃自己去杀。 见我们如此嫌弃, 张燕气得要死, 直接开骂, 嫂子你怎么这么懒呢? 杀只鸡都不会, 那你会什么? 见张燕这么说我, 老公也没啥表示, 直接拿着手机进房间了。 我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我会干啥? 我会读书, 我会赚钱, 我会买房。 你会吗? 不会就去杀你的鸡。 我就是知道 他不会读书, 早早辍学出来了, 然后架了个同样没读什么书的马号, 两人都游手好闲租房子住。 我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指着我的鼻子, 拧拧了半天, 说不上话。 婆婆见他女儿受委屈了, 马上拉下脸来, 宋敏, 我女儿就在我儿子家住一下, 你就这种态度。 你们不杀可以, 等下煮了, 你们别吃。 说完他就抓了一只鸡进了厨房, 燃居后, 从厨房里传来杀鸡的声音, 吓得我和我妈都不敢进厨房。 等过了一会儿, 我们进厨房一看, 差点晕倒。 原本干净整洁的厨房, 此时满地都是鸡毛和鸡血。 我胃里一阵静挛, 直接捂着嘴, 跑到卫生间吐了个昏天暗地。 后面我直接没吃饭了,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吃得津津有味, 满嘴流油, 我和我妈差点又吐了。 我妈忍着腥味在厨房 给我炖了一盅燕窝, 刚炖出来, 就被我眼尖的婆婆看见了。 她阴阳怪气地说, 亲家母, 你只炖了这一点, 都不够我女儿吃啊。 饶食我妈再好的脾气, 此时也拉下脸了, 这是给我女儿炖的, 她每天就喝这一盅, 多得她喝不下。 婆婆这才看了我一眼, 十分不悦, 我看小敏这怀得像是个女娃娃, 一个赔钱货吃什么燕窝。 我女儿这胎是个儿子, 给她吃还差不多。 婚前, 我只见过张元母亲一次, 她父亲早就去世了。 我竟不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还重男轻女。 说我就算了, 说我宝宝, 那我就生气了, 不管我怀的是男宝还是女宝, 都是我的宝贝。 你女儿生男宝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那是马浩家的。 婆婆这才想起来自己女儿嫁了, 瞬间脸色特别尴尬, 张元只顾着吃鸡肉, 居然跟没听到似的。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问张元, 你妈和你妹什么时候回去? 她躺着在床上玩手机, 随口回说, 不知道呢, 看马浩什么时候来接我妹吧。 我瞬间无语, 立马拿出手机给马浩打了个电话。 想了许久, 对面才接起电话, 嫂子啥事儿? 我正忙着呢。 我听到对面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不满地问了一句, 在酒吧忙。 马浩尴尬地沉默了几秒, 又问我, 嫂子到底啥事儿啊? 你什么时候来把张燕接走? 我直截了当。 马浩不说话了, 过了几秒才怒气冲冲地说, 她天天跟我妈吵架, 烦死了。 我暂时不想接她回来。 我瞬间都要喷三字经了, 但为了我的清静生活, 我还是语重心长地试图说服她, 张燕现在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应该对她好点呀, 把她接回身边照顾呀。 却不料, 马浩更生气, 就是因为她怀孕了, 天天坐天坐地, 让她在外面冷静一下更好, 你们都别来烦我。 然后直接挂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 差点气地把手机都捏碎了。 我转过头看向还在玩手机的张远, 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扔了个枕头过去, 你妹夫这么对你妹你不去管管, 让她把你妹接回家呀。 被我枕头砸到, 张远也有点生气, 人家小夫妻的事我哪里能管。 马浩不管我妹, 我管就行了。 我真的气笑了, 你怎么管? 吃我的, 住我的, 你自己工资又不多, 还不是我管。 我现在有点后悔, 嫁给她了。 当初我父母还有我哥, 极力阻止我跟她结婚, 说嫁给凤凰男不好。 我还据理力争说张远不是那样的, 她能力好, 很努力。 结果毕业后她找工作都不如意, 后面还是我爸给她塞进一个朋友的公司, 当了个副总。 要不是结婚怀孕了, 我爸妈早就让我们分了。 张远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把手机一放睡觉去了。 过了几天生不如死的日子, 在我以为只要再撑一下就好的时候, 婆婆又扔了一颗炸弹给我。 这天婆婆突然在饭桌上跟老公说, 园子, 你弟谈了个女朋友就快要结婚了, 对方都怀孕了, 但没有房子对方不想结, 想把孩子打掉。 老公很惊讶, 那怎么办? 这时我已经感到不妙了。 果然,婆婆看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地说, 我想你们这个房子能不能给你弟做婚房, 你们先搬出去住。 我是奇蒙了。 出现幻听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婆婆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弟女朋友没房不肯结婚, 借给她做婚房一下怎么了? 等结完婚再还给你们就是了。 我不同意, 我果断拒绝。 我妈这时也从厨房走了出来, 脸色十分不好, 语气自然也不好, 你儿子要结婚就让她买房去。 我女儿现在大着肚子, 怎么能离开家呢? 张远却说, 先借一下嘛, 又没事, 反正后面再搬回来就好了。 我转过身瞪了她一眼, 要搬你去搬, 我不借。 我妈也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张远说, 你太让我失望了。 见儿子被说, 婆婆又气不过了, 直接就对我妈,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有个破房子了不起, 不借就不借。 我想趁机把他们气走, 所以我添油加醋说了一句, 所以我的破房子 供不起你这尊大佛, 你老赶紧走吧。 见我这么一说, 婆婆老脸一红, 气得要死。 张燕在旁边 马上就护着她妈, 嫂子你怎么还敢婆婆呢? 在我们村, 这可是大不敬啊。 你们村怎样我不管, 不是说了我家是破房子, 那赶紧回你的好房子去。 想到最近鸡飞狗跳的日子, 我就气得冒烟, 肚子都隐隐作痛了。 张燕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直接捂着肚子, 脸色痛苦地大叫, 哎呀, 我肚子疼。 哥, 我肚子疼。 是不是要流产了? 张远和婆婆一阵惊慌, 张远还生气地瞪了我一眼, 宋敏, 你看你把我妹弃成什么样了, 她要是流产了你负责。 婆婆更是火冒三丈, 恨不得用眼刀刀死我, 因为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痛, 加上自己也怀孕, 心比较软, 我赶紧拿出手机拨打了120, 很快就把张燕送到了医院。 我妈扶着我, 跟着她紧急检查, 最后医生说没事, 注意休息就行。 他们一家三口, 脸色马上就尴尬起来, 可能只想吓吓我, 却没想到我会打120。 我顿时就气得拉上我妈走人了, 事后他们回来了, 张远还跟我道歉, 老婆, 我妹也是真的被气到了, 是真的肚子痛, 不是骗你的。 我抓紧时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如果你妈和妹妹不走, 我就不会原谅你们骗我。 你放心, 我明天和我妈商量一下, 说完还哄了我好一会儿。 第二天, 婆婆果然说她先回老家收拾一下, 再来接张燕走。 我和我妈松了一口气, 我妈还给她煮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好把她送走。 等吃完饭, 她拎着剩下的两只鸡走了, 留下一阳台的鸡屎。 我和我妈实在没办法自己弄, 花钱请了一个终点工, 来把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看着又回到原本干净整洁的家, 我心里舒服了不少。 但还有点心烦的是, 张燕还在我家, 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她, 你妈都回去了, 你不回去吗? 她吃着我买的水果, 无所谓地回了一句, 我才不回去乡下呢, 跟老公吵架, 回去丢人。 那你怎么想的? 要不我送你回马浩家? 我耐着性子又问。 谁知她竟然跳了起来, 丝毫不像孕妇的样子, 感觉比我还生气, 你存了什么心? 明知道我和她吵架了, 她妈也骂我, 我回去找妈妈。 她不来接我, 我就不回去。 这下我也不忍了, 也站了起来, 那你到底想怎样? 只要马浩不来, 就一直在我家住着。 她丝毫不脸红, 理所当然地回了一句, 这是我哥家, 又不是你家。 我气笑了, 这是我家婚前全款, 给我买的, 跟你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以为我这么说, 正常人应该都知道不好意思了。 可她不是正常人啊, 她竟然耍无赖, 我不管, 只要我哥住在这里, 就是她家。 我正想骂她不要脸, 只见我妈突然急匆匆地 从外面回来, 语气很着急, 妞妞, 快, 去医院, 你爸刚才突然晕倒了, 你哥又去意大利出差了, 保姆已经送她到医院了。 我顾不上骂张燕了, 急忙就跟我妈出了门, 往医院赶。 到了医院, 我爸已经在手术室了, 我拿了一笔钱给保姆, 感谢她救了我爸。 她其实是终点工, 因为我妈来照顾我了, 所以请她每天负责给我爸 和我哥煮饭, 打扫卫生, 不住家。 在我焦急地等着的时候, 张燕也来了。 她跑上跑下去, 给我爸缴费, 张洛给我们买饭菜之类的。 等我爸从手术室出来后, 又前前后后地伺候在旁, 每天还给我在家煮好饭菜 和炖汤送来。 看她忙前忙后的样子, 我之前对她的生气消了些。 我爸是因为不小心在浴室 划了一跤摔倒了, 手术后只需要住院半个月就可以。 张燕请了半个月假 每天都在医院陪护, 因为我爸家离医院比较近, 我和我妈晚上就住在我爸家里, 白天也在医院陪着。 这半个月我爸妈对张远的照顾 也十分满意, 还私下跟我说等我生完宝宝 再给我们买一套房。 但这个我还没和张远说, 想着到时候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这个惊喜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彻底不想告诉她了。 这半个月因为照顾我爸, 我都忘记了张燕还在我家的事。 刚进家门, 我们都以为家里是不是禁贼了。 到处乱糟糟地不说, 都是意味地上还有很多泡面桶。 关键是家里不止张燕一个人。 婆婆和马浩都在, 还有见过两次面堤小叔子张璐 和一个年轻女孩。 他们此时正在家里大吃大喝, 都没看到我们回来。 直到张远咳嗽一声, 他们才停下手中的筷子, 看着我们。 婆婆最先反应过来, 殷勤地接过我手里的包包说, 小米来了呀。 哎呀, 也不说一声, 不然我们多准备一点饭菜的。 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 我就问了, 什么叫我来了? 我回家有问题吗? 他们的脸色一变, 婆婆和张璐 连忙半推半哄地 把我们推进了房间。 我正想发火, 却见张璐扑通一声, 跪在了我面前, 感觉都快哭了。 嫂子, 我对不起你, 小丽说我没房就把孩子打掉, 跟我分手。 我没办法就骗她说, 这是我们的房子。 小叔子的话让我如遭雷击, 肚子里的宝宝都快气出来了。 我妈也是满脸不悦。 张璐又赶紧解释, 嫂子, 我答应你, 只要等半碗酒, 我就带她搬走。 我们下个月十三就半酒了。 小敏, 你就答应我弟吧。 不到一个月, 很快的, 张突园也在旁边劝我。 婆婆更是不甘不愿地劝了一句, 你看我两个儿子, 大的伺候你爸半个月, 小的又给你跪下了, 就算看在家人的份上, 也可以帮忙一下了。 我打心里不愿意, 但是想到张远这半个月 确实尽心尽力的, 再看了看我妈, 见她没反对, 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最后还求证了一下, 确定半碗酒就搬走。 见我松口, 他们脸上一洗, 张禄马上起誓, 我发誓, 一定会搬走。 就是辛苦嫂子和亲家母 这半个多月, 委屈当客人哈, 你们的东西都收到客房里了, 张禄兴奋地站了起来。 我和我妈震惊了, 连东西都收到客房了。 现在变成婆婆和张燕 在我们主卧, 我妈一个客房, 我和张远一个客房, 小叔子和他女朋友住保姆房。 等到大厅的时候, 婆婆和小叔子 立马就变成了主人的样子。 张燕更是嚣张, 好像这个家本来就是她的一样。 看着他们得意的样子, 我真想马上反悔, 把他们赶出去。 可能意识到我生气了, 张远握住我的手, 在我耳边哄我。 老婆, 我的好老婆, 为了我弟的幸福, 忍一下好吗? 以后我都给你当牛做马, 然后又讨好我妈。 小璐, 小卢, 这是我的岳母, 是个非常好的妈妈哦。 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小卢就是张璐的女朋友叫卢丽, 打扮得有点妖艳, 语气极其轻挑。 亲家母, 我都住了几天保姆房了, 我觉得你的客房不错, 我们换一下吧。 我刚怀孕, 不适合睡保姆房, 太小了。 听到这话我直接拒绝, 不换, 我妈有轻微哮喘, 需要空气好点的房间, 不能睡保姆房。 我妈脸色也有点难看, 见我生气了, 张璐赶紧安抚卢丽。 丽丽, 亲家母年纪大了, 咱们不能不尊重人家, 等我们结完婚, 嫂子她们就走了, 到时候让你睡主卧。 卢丽这才没再说话了, 婆婆也在安抚她, 张晏更是对她笑嘻嘻的, 对我的态度区别不是一般大。 接下来的几天, 她们全都跟主人一样, 对我妈指手画脚。 我妈给我煮燕窝, 看见只有一份, 婆婆马上就阴阳怪气, 亲家母, 你这燕窝怎么就煮一份? 我女儿和我小媳妇怎么都没有? 还有你只洗你女儿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都不洗。 张晏趁机赶紧使唤我, 那个谁, 嫂子你怎么这么懒? 我的水果快点给我切好。 我直接把水果都给了小叔子, 但她也不切, 又把水果塞给了我。 看着我妈忙碌的身影, 和这几只臭虫, 我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把水果扔在地上, 怒吼, 你们有完没完。 把我们当丫鬟使唤了是吧? 他们被我吓了一跳, 眼看我就要把房子的真相说出来, 婆婆连忙冲过来, 打了我一耳光, 还推了我一把。 我整个人都往后倒了下去, 腰腹直接撞上了沙发, 脸上的疼哪里比得上我肚子痛。 我瞬间眼泪都下来了, 惨叫声把我妈吓得 直接从厨房冲了出来。 看到躺在地上的我, 她惊恐万分, 妞妞, 你怎样了? 别怕,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我已经痛得无法思考, 满脑子都是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疼痛和惊吓让我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肚子已经停掉了, 空空的。 我爸妈守在我床前, 满脸哀伤。 见我醒来, 开心又难过的表情 让我顿感不妙。 得知孩子没保住, 我又晕死过去了。 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梦, 梦醒了, 我的宝宝就还在。 可是没有, 等我醒来, 还是一样的结果, 孩子没保住。 难过, 愤怒, 滔天大恨在我心头交织。 几天没说话, 我终于张开嘶哑的嘴巴, 问了我妈, 那一家子人呢? 从我醒来, 根本没见到他们。 你那个恶毒婆婆已经吓得躲起来了, 张远一直想来求你原谅, 都被我们挡在了门外, 我妈小心翼翼地跟我解释, 还说得很委婉, 但我听清楚了, 那个恶毒老太婆害我流产, 张远还要想求我原谅。 张燕他们呢? 我又问了一句, 我爸很生气地回我, 他们还在那个房子里 过得好好的呢? 我现在去报警, 把他们抓起来, 我爸说完就要去派出所。 我阻止了他, 爸,先别去, 把我流产的这些证据保存起来, 我要让他们把肠子毁清。 我跟张远发了一个信息, 孩子没保住, 是个男孩。 你弟弟的婚礼, 我是没办法去参加了, 你们自己办吧。 张远秒回,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我代表我妈向你道歉。 老婆, 老婆, 那你还会原谅我吗? 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好吗? 老婆, 那房子借给我弟还算数吗? 看着这几条信息, 我冷笑地回了一句, 算数。 张远马上回了一句, 谢谢老婆, 我等你回来。 呵呵, 等我回去做冤大头事吗? 这次我要把你们这些臭虫 全部清理干净。 我立马联系了房产中介, 只要能在下个月十四之前交钱, 我愿意让价把房子卖掉。 而这期间我就住在我爸妈家里, 没有见他们。 等了十多天, 房产中介有消息了, 说有个客户可以在下个月十四之前全款交钱, 但需要便宜十万。 交房时间由我定。 我马上回复愿意, 只要能让这些渣渣不好过, 我愿意花这个钱。 等到张路半久这天, 我和我妈回了我家。 又是半个多月没回来, 只见我家门口贴着大红喜字, 家门大开, 里里外外坐满了人。 婆婆她们都在热情地招待她们。 那些人一个劲地夸, 满地呀, 你们家房子真大呀。 真漂亮。 亲家母, 我也想这么说, 我女儿嫁过来, 我也很满意, 说话的看样子, 应该是奴隶母亲。 她带来的娘家亲戚, 也赶紧夸奴隶。 小丽呀, 还是你有福气嘞, 怎么嫁给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啊? 就是, 哪像我的女儿嫁的, 还是租房子的? 诶? 卢丽被夸得飘飘然, 一副新娘子的打扮, 此时更加满脸喜气。 张燕和马浩也在, 一副主人家的做派, 所以, 当我这个主人回来了, 他们脸色马上就变了, 婆婆看着我紧张的眼神闪躲。 张远一副惊讶的表情, 张燕嫌恶地瞥了我一眼, 马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张璐很紧张, 卢丽一脸炫耀地看着我。 卢丽母亲看着我, 满脸疑问地问了一句, 这位是谁呀? 姓家母, 是你家亲戚吗? 婆婆看了我一眼, 不屑说, 是我的大儿媳妇。 然后还故作称怪, 怎么来得这么迟? 等下我们都要去酒店了。 我真的再也无法忍耐, 过去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全场宾客都震惊了, 看着我十分不解。 我直接拿着房产证等证件扬了扬说, 今天我这个房子就要交给别人了, 你们居然给我搞得乱七八糟。 还说等半碗酒还给我,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不要这个房子, 我已经卖了。 正说着, 就有一伙人刚到家门口。 看着一屋子的人, 试探性问了一句, 这是宋小姐家吗? 我是过来办交房手续的。 她话音一落, 这下全场更加安静了。 最后还是张员打破了僵局,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宋敏, 你什么意思? 什么交房? 我看了她一眼, 再看了一眼婆婆她们, 果然脸色都惨白惨白了。 我是宋敏, 刘先生。 我把证件都带齐了, 我看你人也带了, 我们现在就办手续好吧。 我把刘先生请进来, 就要坐下来的时候, 奴隶发飙了。 他先是打了小叔子一耳光, 不可置信地问他, 张璐, 你竟然骗我,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张璐捂着脸, 不敢看他, 也不敢回答。 婆婆见儿子被打, 也过去甩了他一巴掌怒骂, 要不是你没房不肯嫁, 我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房子来骗你。 奴隶被打了一巴掌, 一直往后退, 倒在亲戚身上, 没流产, 但是哭了。 奴隶母亲见女儿被打, 也冲过来, 趁婆婆不被结结实实给她一耳瓜子, 也一直骂, 骗人还敢打人。 你这个恶毒老女人,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婆婆平时就泼辣, 此时被打哪里能忍, 立马就反击, 你一耳光, 我一巴掌地跟奴隶母亲打了起来。 张璐连忙过去拉开他们, 结果脸上也被抓破了皮。 张晏也加入战场, 很快也被推倒在亲戚身上去了。 这时, 双方请来的亲戚为了维护自己人, 都打了起来。 刘先生看着眼前的情景, 瞬间想打退堂鼓。 我稳住他, 很快就好了。 等我说完, 张远突然反应过来, 大家都打起来了。 我这个挑起时端的人, 好好的。 他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就向我冲过来, 想打我。 婆婆他们也都反应过来, 气得直骂我, 宋敏。 你害了我儿子, 我要跟你拼了。 张璐也满身怨气瞪着我, 我都跪下来求你了, 你居然被刺我。 看着他们如此暴怒, 全部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我笑了, 淡淡地说了一句, 谁让你妈害我流产了。 但也挺好, 没了孩子的羁绊,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 你们这恶心的一家人了。 然后看了一眼张远, 从包里拿出一张A4纸说,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写好了, 签一下吧。 这句话成功阻止了张远 想打我的脚步。 她不敢相信地问我, 你要离婚。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是。 婆婆也听到了, 她已经被打得十分狼狈, 听到我要离婚, 又气急败坏地冲过来, 想抓我头发, 一边喷粪, 你个小贱人, 毁了我的小儿子, 还要毁我大儿子, 我打死你。 张远也知道 跟我离婚意味着什么, 也被她妈给说的恼羞成怒 冲过来, 想打我的脸。 被我妈拦住, 我妈肩膀被打了一下, 看到我妈被打, 我也毫不犹豫地 抓住婆婆一个耳瓜子 扇了过去。 这时, 我哥带了几个人, 突然从门口冲了进来, 抓住张远母子狂打, 张禄想过来就她妈, 也被抓住打。 连在旁边观战的马号 也没放过。 张燕此时还在跟奴隶打架, 两个孕妇互不相让, 抓着对方的头发 就扭打着倒在地上。 哟! 我哥见我憔悴的样子, 气得心肝都疼了, 下手更狠。 他们打人很有技巧, 专往对方下面踢, 张远和张禄痛得嗷嗷直叫。 马号也被打得鼻青脸肿, 顾不上张燕, 落荒而逃了。 这时张燕和卢力 突然尖叫起来, 双方亲戚 都连忙停下互殴的动作。 卢力的母亲 也是鼻青脸肿地 爬到卢力身边, 赶紧拨打了120。 因为马号跑了, 张远三人 也被打得躺在地板上, 无法动弹。 张燕在地上痛得打转, 都没人管。 而我哥使了一个眼色, 他带的人立马走了。 等120来的时候, 卢力被抬上救护车, 张燕顺便也被抬走了。 刘梅蒂看着痛苦的张燕被拉走, 着急地想爬起来跟着去。 你看, 刀不搁在自己身上是不痛的。 当时推倒我, 我流产的时候, 他们哪里能体会半分。 现在自己女儿就要流产了, 她着急地不顾身上有伤。 看着满屋子的狼藉和哀嚎声, 我心里难受又很爽。 他们这一家终是毁了。 刘先生也被吓跑了, 但我不在意, 反正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眼看时机差不多, 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等警察来的时候, 看着眼前的情况都傻眼了。 我哥先发制人, 警察同志, 我妹的婆家实在可恨。 他们不但把我妹推到流产, 还霸占她的房子给小儿子办婚礼, 结果因为事情败露, 被女方知道了房子不是他们的, 就打起来了。 然后把我住院的清单给警察。 你看, 我妹今天才做完小月子回来, 结果就碰到他们在家里办婚礼。 倒在地上的张远听到后, 挣扎地爬了起来, 不是我们霸占的, 是宋敏同意借给我们的。 我立马出生, 我没有。 张远的手机刚才在混战中早就被我捡起来, 给我哥朋友带走了。 因为张远没有证据, 拼命说是我借的, 我又咬死不认, 现场又再次陷入混乱。 警察看得头都大了, 因我有流产证据, 但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流满地推我的, 所以只对他做了一番口头教育, 再对屋子里的人都教育了一番, 就走了。 因为涉及的人太多, 又没再打了。 他们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 消停了就行。 张远他们恨恨地瞪着我, 我哥马上过去补了一脚, 再看我妹, 打死你, 赶紧都给我滚, 再不滚去医院, 恐怕你们的命根子都不保了。 张远这才反应过来, 立马捂着下面痛苦的嚎叫, 想叫120, 发现手机又没了, 叫张璐, 发现他躺地上都快昏过去了。 刘梅帝更是起不来, 还是他们的一个亲戚叫得120。 没怎么受伤的人就先滚了, 最后只剩下四五个 跟着张远他们去了医院。 家里终于清静了。 我哥立马联系家政公司, 请人来把里里外外都清理了一遍。 看着恢复如初的房子, 我又联系了中介。 这次我没有降价, 按正常房价挂了出去, 又省出一大笔钱。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 说是去复查身体, 其实就是去看热闹的。 张远他们全都住院了。 刘梅帝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没伤到内里, 还算正常。 张远和张璐两兄弟就惨了。 我问了医生, 他说两个人的命根子是保住了, 但听说以后房事堪忧, 孩子更别想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张远和卢力的孩子也没保住, 双双流产了。 这是绝后了呀? 因为他们都没在一个病房, 过了两天, 我决定把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他们。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刘梅帝, 我笑了笑说,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的两个儿子都废了哦, 以后别想有孩子了哦。 还有, 张艳和卢力的孩子也没保住, 啊, 你家绝后了呀。 刘梅帝听了后, 挣扎着就要起来, 看着我目自欲裂, 你你你说什么? 我又笑了, 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一开始 就告你推我流产吗? 就是为了现在呀, 让你看着你两个儿子被废, 女儿流产, 这种感觉很好吧? 刘梅帝不敢置信地瞪着我, 恨不得把我吃了, 已经说不出话。 我又给他一颗炸弹, 张艳流产, 马浩也要跟他离婚。 卢力孩子没保住, 因为你们的欺瞒, 更是直接把你小儿子 起诉到了法院。 刘梅帝这下, 终于撑不住晕了过去。 其实后面那颗炸弹 是我骗刘梅帝的, 当时我不知道 马浩和卢力会不会这样做。 我只是故意弃刘梅帝的。 但后来, 马浩真的提出了离婚, 卢力虽然没有起诉张璐, 但也果断地分了手。 我不知道的是, 他们居然没有领证, 想必是奴隶想先办酒, 以后再领证的。 没想到他留的这一手 还挺有用。 虽然没了面子, 也没了孩子, 但至少法律上 还是未婚的。 我把离婚协议 给张远签字的时候, 他不签。 也是, 离了婚他要钱没有, 房子也没有, 工作也让我爸打招呼, 给丢了。 他此时一无所有了。 你不肯签没关系, 那我就去起诉了, 反正你以后 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起诉后离婚后 再去追究你妈 推我的责任。 说完我拿起协议书 就要走。 躺在病床上的张远 终于慌了, 他连忙坐了起来说, 那我签了, 你能放过我妈吗? 我把协议书 扔给了他, 冷笑说, 签了后 我再也不会 想看你们一眼, 就当是我前半生 被狗咬了一口, 你就抱着你妈 过一辈子去吧, 真他妈恶心死我了。 张远不情不愿地 在协议书上 签上了字, 我拿着协议书 转身就出了病房, 把这些渣渣 都抛在了身后。 如果有人问我, 结婚需要注意什么? 我只想说 去一定要擦亮眼睛, 婚前多观察 对方的家人。 毕竟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但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了。 如果发现对方家人很奇葩, 那劝你趁早走人。 不要像我, 婚前只见过他家人一两次, 以为婚后自己有钱, 有房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 可我不知道, 人性的无耻和贪婪 不是我能想象到的, 他们能以任何借口来入侵我家。 其实也不能怨谁, 都怪自己当初太单纯愚蠢了。 我爸妈和我哥安慰了我许久, 还带我出国散心, 就是为了让我走出这段糟透的经历。 我把那套房子卖掉了, 然后在父母那个小区重新买了一套。 再听到那些人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了。 因为双方亲戚在我家干了一架后, 他们全家人的名声在村里都毁了。 不能人事的两个儿子, 再也没人敢嫁。 张燕也被马浩家散播了很多不好的谣言, 无人敢娶, 我觉得挺好的。 从此以后, 就让他们一家人相亲相爱地过吧。